大家好我是Spark 为大家一个问题 在同样的本金 买入同样的投资产品的情况下 请问怎样可以 能做到是不是就很厉害了 哼 答案还真的是可以 那就是利用杠杆 这个也是成为富人的其中一个原则 利用杠杆 俗称 做生意就是利用别人的时间 投资的话就是利用别人的钱 在马来西亚 很多的有钱人 那其实也不只是马来西亚 全世界很多的这个富人 他们支付的其中一个方法 是透过买这个房地产 那为什么是房地产 因为房地产 可以杠杆 可以利用银行的钱 今天如果你用10万的现金 买一个10万的房子 这个房子涨10% 你赚10% 是1万块钱 但是如果你用这个10万 然后跟银行借一个90万 买一件100万的房子 房子涨一个10% 你就赚10万块 是100%的回酬 这个就是杠杆的威力 那你知道吗 我们如果用股票 也是可以得到这个杠杆的效果 重点是本金更低 几千块就可以开始了 而且比地产好的是 你每个月不用去供这个贷款 不会影响你的这个现金流 让你轻松实现回酬翻倍 而且这种投资方式 在马来西亚已经存在了 几十年了 还是合法合规 受马来西亚政府批准和监管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这个在股票老手市场里很常见 可是对新手来说 很莫正的投资工具 股票融资 margin financing 如果我要用一句话解释这个margin financing的话 其实五个字就讲完了 就是 借钱买股票 讲完 可是它比较复杂的部分 其实就是它的运作原理 但是当你了解了过后 你会觉得 你就不会觉得难了 它其实跟这个借钱买房子的概念 是一模一样的 买房子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今天假设我们看到了一间50万的房子 我们想要买 可是我们的钱不够 没有这个50万那么多 怎么办 没有就借咯 跟谁借 跟银行对吗 我们出这个投资钱5万块 银行借我们45万来买房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 银行为什么愿意借我们钱呢 答案肯定是为了赚钱对吗 它借我们钱就是为了赚钱 这样就让我们知道 借别人钱是一门赚钱的生意 因为可以收这个利息 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做这个借钱的生意呢 反正很好 这样不是吗 最大的原因是 我们怕 对方不还钱 对方不还钱我们就亏钱了嘛 那银行为什么就不怕我们不还钱呢 因为 有这个 而且那个房子的价值 是高过我们的这个贷款金额的 今天假设我们不还钱 银行就有这个权利 便卖我们的房子 今天那个房子算亏钱卖 本来这个50万的房子 他卖45万 只要超过他的这个贷款金额 他就不会困牵了的 所以 股票融资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个 一样的这个运作原理 今天假设我们想要买这个10万的这个股票 可是 我们没有钱 我们只有这个3万块钱 怎么办 借钱咯 可是跟谁借 跟你买股票的那个股票券商 他愿意借你钱 他借你7万 这样你就可以有钱买这个10万块的这个股票了 这样也是有一样的问题啊 为什么他愿意借你钱呢 他不怕你不还钱咩 他其实是不怕的 因为 你的股票在他的手嘛 你欠他7万块 可是 你有价值10万的股票在他的手 跟你说你的这个股票跌这个30% 他再卖掉 他就还不会亏钱你知道吗 因为他还是拿得到 他还是拿得为他的这个7万块 但是 他肯定是不会等到你的股票跌30% 他才卖掉嘛 所以一般券商都会有一个叫做 Maintainance Margin Ratio 比如 如果我们用这个M Plus Global的平台买Tesla的话 他的Initial Margin Ratio是30% 杠杆3.33 这代表 我们可以用30块买到100块的股票 Maintainance Margin Ratio是25 代表 今天如果我们买股票跌一个7%的话 你就会中这个Margin Core 意思是 就是要我们做这个要补钱啊 不然券商就有权力强制卖掉我们的股票 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算这个Ratio 因为不同的券商对于不同的股票给的Ratio是不同的 意思是 我们可以得到的资金也是不同的 然后 Maintainance Margin也不同 我们一定要会算这个Maintainance Margin 来避免出现中这个Margin Core 需要补钱的情况 Initial Margin的算法就很直观 如果是20%Leverage 5的话 代表我们给杠杆5倍 我们可以用20块买到100块的股票 一般上对于这个券商来说 越稳定的股票 他就愿意给我们更高的这个融资力度 比如像巴菲特的这个公司 Mplus Global就愿意给到我们这个5倍的杠杆力度 可是像中国这个知乎 它的风险和波段就比较高 所以他就只愿意给你这个1.25倍的杠杆力度 那我可以跟大家讲的是 Mplus Global 愿意给到5倍的杠杆力度 其实是很高很高了的 一般上马来西亚券商 如果我们买本地股的啦 那个买那种比较稳定的蓝筹股 一般上券商只会给我们2-2.5%的杠杆力度 如果买其他的股票 那个杠杆力度更加小 大概是1.5倍到2倍左右而已 那大家也不要想着说 杠杆力度越大越好 想说力度越大赚的就越多 这个想法是对的 但是杠杆越多就代表你借的钱就越多 需要给的利息就越多 如果用马股来做股票融资的话 一般上利息是在这个BR加2.多%的利息 我就算他这个2%好了 现在BR是在3.6% 利息就是5.6% 假设杠杆力度是2的话 5万本金可以买10万的股票 意思是借了5万 那么一天的利息就是 5万乘5.6%除365 就是一天要给的利息 当然这个利息他不会每天跟你收 他会自动扣你的本金 或者是累积在你欠他的金额上面 等到你最后卖掉你的股票的时候 他才扣掉你的本金 然后还他 如果股票融资满外国股的话 现在的利息是 8个% 如果你问我这个利息高吗 我是个人觉得还好啦 因为现在美联储的利息都已经是 5.25%了 他也只是加一个 2.75而已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 Initial Margin Ratio 那个杠杆力度了 还有这个利息的部分 我们现在就来了解那个 Maintenance Margin Ratio 就是在什么情况下 你会中补钱需要Margin Core 我们来看特斯拉的例子 Maintenance Ratio是25% 代表什么 代表你欠他的钱 不可以超过75% 怎么样算啊 假设3.3倍的杠杆 3万买10万的股 等于借7万 这样我们却拿7万块 7万除以10万 我们是却拿70% 100%减70%等于30% 这个也是那个30%的 Initial Margin Ratio的由来 今天如果股票价值 跌一个5% 我们欠7万除股票价值 升这个9万5 Margin Ratio就变成 100%减73.7%的话 就是26.3% 还是在25-30%的Margin Ratio之间 但是如果股价跌7% 跌到93的话 我们的Margin Ratio就变成 100%减70除93 等于24.7 就已经低过那个Maintenance Margin 这个时候我们就一种Margin Core 如果没有补钱的话 券商就有权利卖掉我们的股票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补一个1万块的话 我们欠券商的这个钱就会变少 变成 16万而已 Margin Ratio就变成 100%减60除93 等于35.5% 变成165空间可以再买了 因为其实你的Initial Margin 可以去到30% 这个就是Maintenance Margin的原理啦 那当然如果我们不想要补钱 券商卖掉我们的股票的话 我们也不会说血本无归的 结果它在93卖掉而已 我们还它我们欠了这个70块 我们还剩下23块钱 就亏一个7块钱而已 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啦 它只是一个帮助我们用同样的本金的情况下 增加投资回酬的这个工具而已 那明白了什么是Margin过后 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 那到底用Margin好不好 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 适合用这个Margin 我老实讲啦 Margin没有什么好不好 就好像如果你问我 借钱买房好还是不好 没有好不好呢对吗 它就是一个融资工具而已 帮助我们买到我们原本买不到的那个资产 那借房屋贷款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 贷款的这个利息和每个月供的这个现金流 股票融资比这个房屋贷款更好的地方是 股票融资不用翻每个月这个现金流 你只需要make sure你买的股票会涨就可以了 然后起的幅度一定要大过你给的这个利息 比如我们说用这个3万 买10万的股票就是借7万 假设我们持有3个月的话 我们当作是买外国股啦 利息是个8% 3个月90天的话利息差不多是2% 7万的2个%差不多是1400块 也就真的是2个%啦 3个月2个% 你的股票只要能赚超过这2个% 你就已经是多赚了的 如果股票涨一个10%的话 你如果是买3万块的股票的话 你是赚3000块 可是如果你用这个股票融资买的话 涨一个10% 你是赚1万块 扣掉这个3个月的这个利息 1400块 是赚8600块 从10%的回酬提升到28.6的这个回酬 回酬是大大的提升 讲到这里是不是觉得 这个股票融资 margin finance特别的好 每个人都应该有这个margin的这个户口呢 不一定啦 杠杆其实是一个双面刀 股票上的时候你可以赚这个3倍 可是它跌的时候你是亏一个3点多倍的 因为你还要赚上这个利息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它最好的使用场景是 你很有信心这个股票会涨 可是你知道它只是涨一个10%而已 涨一个30%是不可能的事情 并且你只能赚一个10% 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你用这个股票融资的话 你就可以提高你的回酬到30% 这个是一个最好使用margin的一个情景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 机会是留给准备的人的 今天那种稳稳赚的这个情况不常出现 但是问题是今天 如果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 你能够把握得住嘛 到时候你是赚10%还是30% 就看你有没有在事先做好这个准备嘛 所以没有事的时候 就先申请一个margin户口线 以备不时之需 那在马来西亚 如果你要开一个margin户口的话 它不是免费的 需要填一堆的表格 然后你要填你要申请多少的额度 还会需要你给0.53%的这个印花税 意思是如果你要申请20万的这个融资额度的话 你需要给这个1000块的这个印花税 所以也不可以说是零成本的 那好消息是 现在mplus这个马来西亚本土经营了60年的这个券商 推出了mplusglobal这个APP 让我们可以以这个低成本的方式买到美股和港股 最低交易费用是3块钱美金而已 然后 股票融资这个服务是自动给的 不需要申请 也没有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 所以我个人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申请一个mplusglobal这个户口 申请这些 因为要提交这个资料还有approval可能需要等一个几天 到时如果有一天要买这个美股还是港股的时候 因为是本地券商嘛 入金那些都是立刻到账的 立刻就可以买 到时候要这个股票融资也是可以 不用特地去申请 目前 全马只有他们一家可以让你用这个美股和港股来做这个 股票融资margin financing 还是自动给的 没有手续费 而且 现在透过剪接链连接注册的话 就只有这个影片里面的剪接注册才有这个福利哦 就是 入金1000马币 就送你20美金的这个现金让你来交易 所以你现在注册入金 无风险实现8%的这个回酬 还可以有一个备用户口 要买这个美股港股的时候 随时都可以用到 有什么理由不申请呢 所以赶快点击剪接链连接去申请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希望今天这个影片有帮助大家了解多一个投资工具 对于你未来的投资组合可以有所帮助 也很开心 有本地的券商推出买这个美股和港股的服务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有帮助到你的话 就麻烦按一个赞来给支持 还有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给你觉得你有需要的朋友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